我是小孩 我乘坐的飞机 是视网 我是唯一的新名字 现在我要在这边海域 生存下去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该吃早餐了 早餐可一定要吃 而且要吃好 这样才能精神一整天 吃一块刚刚烤熟的猪肉 味道不错 再把剩下的肉烤上 留着晚上吃 然后开两个椰子 喝点小椰汁 给自己补充补充水分 OK 然后我就开始今天的工作了 首先给自己建造一个带水收集器 物资早都备齐了 就放在这里吧 然后填中棕榈液或者剑麻 就可以收集到带水了 现在我的带水问题 算是暂时解决了 然后我就开始砍树 收集木棍 争取机制 给自己造一座 可以遮风当雨的小木屋 瞧 短短几个小时 我就收集到这么多的木材 应该足够我建造成木屋了 现在我要把这些木材 披成木棍 把木棍捡起来 然后我就可以给自己打造木屋去了 首先要打造地基 地基要高一点 这是参考了高教楼的进展方法 地基高一些 地下的蛇中书宜就不会上侧的房子中去 这样我在屋子里也会相对的舒服一些 地基是房子的基础 是重中之重 我可马虎不得 地基 地基打完了 然后就是气墙了 气墙相对容易一些 很快就完成了 最后则是布置屋顶 屋顶的布置相对来说也不是很麻烦 OK 完成了 我的小木屋建策好了 我要去看看它的整体情况 非常的美观 看来我还是有剑笔天赋的 炸炸炸的肉现在终于成熟了 正好吃个晚餐吧 味道还挺不错的 舒服 今天盖了一天的房子 我实在是太美了 新的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我得去写写了 今天我可以去大房这里睡觉了 想想都开心呀 好了 我到了 我要睡觉了 祝大家 晚安啦 晚安